好 我們這裡有幾個部分要麻煩大家幫我們訊息 第一個請你先勸一下 我們現在有23個同學進來了對不對 先點一下 因為這樣我會不認識你 有沒有 就是如果你用訪客進來的 他預設是這個 我不知道你是誰 所以麻煩你那個名稱的部分要改一下 改要從哪裡改 從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編輯個人資訊 你了解齁 你改了我這邊就會變 那如果你用那個 有時候你用Google啦 用Yahoo登錄 這邊改 不會改到你原本的那個名稱 或FB的 他沒有 他就在玩柔上的顯示而已 所以不用擔心 那邊會動到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個 就是我們的那個問卷 好 問卷的部分 您可以選擇 有的 手上已經有了嘛 對不對 紙張的 那你也可以選擇就是填線上的也可以 如果您覺得打字的部分 比較OK 你就直接在這邊打 也可以 好 那再來呢 還有一個要麻煩各位進到任務裡面的 因為我們時間快要到了 在我們這邊 研期成果這裡 等一下呢 你建好了這個課程 要麻煩大家把你的這個 課程或群組的那個網址 把它貼出來一下 把它貼出來 這裡有幾個任務 一二三 有沒有 有幾個任務 金龍沙 既然來了 當然不能 那你輕鬆就走掉嘛 一定要認真一點 對不對 你都願意花三個小時的 我們就認真一點 來試看看 不管你把它當作學習工具也好 把它當作教學工具 都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好 那第一個就是你的課程的 課程或群組的網址或代碼 那你怎麼知道你的課程群組或網址在哪裡 從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這邊的話 有另外一個 因為剛剛老師有提到啦 就是 欸 比如說我不想要開放給別人啊 就公開 因為說我不想公開 但是我怎麼樣呢 就加進來 我今天的是有公開 所以你就直接瀏覽就看到了嘛 但是如果你不公開的 怎麼樣能夠加進來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課程的部分 我們剛剛是不是在這裡 這是鎖住的 所以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你偷偷打開 然後叫同學趕快來來 進來進來 等一下我們要關上了 這是教學現場 我們可以直接這樣做 但是呢 如果你不要這麼麻煩 你可以直接產生代碼 有沒有 這裡有個代碼 按一下 有沒有一個號碼產生的 那同學呢 他就是來這邊 課程裡面已經按到課程 有沒有一個 我們現在是建立的課程 有沒有叫訂閱的課程 我點進來一下 我點訂閱的課程 有沒有一個叫訂閱 按一下 就把代碼打進來 他就可以訂閱了 這樣你了解 這樣會的齁 欸 可以用這個方式 萬一你覺得 像我們剛剛這個代碼 你已經產生了對不對 萬一你覺得這個號碼不吉利 有些人會覺得這個號碼不喜歡 因為有四 重新產生代碼可以嗎 快點手氣啦 快點手氣啦 快點比較順一點 你就用那一個 等到 如果你覺得 欸 同學都加進來了 你怕人家說知道代碼就闖進來 這樣不安全 你就把它清掉就好 已經在裡面的 就不會跑出去了 這樣了解 門就關起來了啦 反正知道代碼也沒有用 這樣了解啦齁 或者你覺得我要換一下代碼 都OK 這樣會不會的 所以你有兩種方法 第一個 把代碼給我 我會加到你的課程裡面去看一下 好 那第二個 你如果說假設你是公開的 那麼 我怎麼知道你的網址在哪裡 按一下這裡 有沒有一個分享 直接 分享 按一下 有沒有課程首頁 你把它點一下 你給我上面這個網址 我就知道你的這個在哪裡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我們這個作業的部分呢 麻煩你兩個方式 一個用代碼的 一個用網址的 看你要哪一個 如果你覺得我可以先PO出來 在這邊 你就把它貼在下面 有沒有這裡有一個編輯器 對不對 這是線上的編輯器 那第二個呢 要麻煩你就是抓一下你的畫面 萬一我進不去的時候 總之可以讓我看到圖吧 對不對 好 看到圖 那怎麼樣看到圖 我們在右手邊這裡 這裡 有幾個工具其實你可以用 如果你們家應該都是Windows7以上的吧 是不是 座位系統 如果是Windows7以上的 它內建就有一個叫檢取工具 有沒有 好 檢取工具 你可以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剛剛這一個 我的是這個課程 你按下鍵盤上的print screen 鍵盤上有沒有一個叫print screen 在那個音色的上面 有沒有 在中間方向鍵的那個最上面那裡 好 那一排那三行的最上面的print screen 按一下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進到我們的檢取工具裡面 啊 不用啦 這邊就有了 它就直接 直接剪的比較快 來這裡 有沒有 你打開我們Windows這個 如果這裡你沒看到 請你到所有程式裡面 有一個應該是叫做 附屬應用程式 有沒有看到檢取工具 這樣看齁 好 你就 按一下 然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這個畫面抓下來 這樣有沒有抓下來了 你就可以做一個存檔的動作 把它存起來也可以 好 比如說我放到桌面上 好 存起來 好 存好了 好 那怎麼傳上去呢 因為OneNote這邊 我這邊不是用作業的方式讓你去傳齁 所以你可以自己傳到自己的雲端硬簾 好 傳到自己的雲端硬簾也可以 因為可以從這邊把你雲端硬簾的檔案直接加進來 好 這是一種方法 好 這是一種方法 那麼如果你沒有 你可以用這種圖傳 也就是免費的空間 我把它按一下給你看齁 你看 點一下 好 這裡有沒有一個 上傳圖片 好 上傳圖片你把它按一下 那你就可以看你剛剛存在哪裡 瀏覽你的電腦 或者如果你是用剪貼布的 就Ctrl加V 直接貼上也可以 好 也是OK齁齁 你看齁 我在這邊 我剛剛是做這個 這裡有沒有 假設你不存檔 有沒有這裡有個複製 你把它複製一下 我回到這邊 Ctrl加V 有沒有貼進來 按開始上傳 這樣是不是又傳上去的 好 出來囉 等它跑完 你就按右鍵複製圖片 貼過去就好了 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複製影像 對不對 複製影像 按一下 好 現在呢 你回到原來那邊 這裡 來這裡 這樣有沒有貼進來了 好 就是說 圖片已經在網路上 你只是把它複製貼上 跟你一般看 網頁上的資料一樣 就可以貼進來 這樣有沒有要了解 什麼叫做免費圖場了 好 當然 因為我這邊沒有在新的分頁打開 所以你可以按右鍵 在新的分頁打開 比較不會把你剛剛的資料 就是覆蓋掉了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兩個部分 麻煩你 那最後這個應該比較 沒什麼問題啦 今天 體驗過不一樣的 教跟學了吧 對不對 你想看看 這個可不可以拿來用 這樣子 拿來用 那我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麻煩您先把這個部分 稍微增加一下 那這裡呢 有一個 如果您剛有C題弄完了 麻煩您選個時間 看哪一個時間 你覺得比較OK的 我們大致上都是選擇 禮拜四五六 就下禮拜 下禮拜 下禮拜四六晚上這樣子 在雲端見面 OK 記得喔 有來的有獎品喔 有機會抽到獎品 好嗎 這樣 可以喔 可以複選啦 就是如果你這幾個時間都OK的 你可以用複選的 我們原則上就是以 最多人的方便的時間為主 那萬一如果你真的有個別需求 你再跟我另外約時間 剛剛有同學在問說 我的那個資料 聯絡資料在哪裡 這一段就不用錄沒關係啦 其實要錄也可以啦 在這裡 對對對 在下面 這樣有看到嗎 我放很大字喔 哈哈哈 OK 來 還給你囉